发现合伙人分配的股权和他的贡献不匹配怎么办 好吧 还有一个同学问我 投资人不干活 占的股份还不少 现在公司业务发展好了 想自己再弄一家一模一样的业务 违背道德不 你肯定违背道德 你以前犯了错误 你还不想为你的错误买单 这一定违背道德 其实这俩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刚开始股份给多了 你现在不公平 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那你说为什么一想股份给多了呢 那你缺心眼啊 说白了就是你的认知不够啊 当你的认知不够的时候 一定会为你未来的认知不够买单的吗 我们现在不就是在给过去的认知不够 或者给过去的物资买单吗 结论我再说一个什么叫痛苦 痛苦的本质 是在给过去的物资买单 如果你过去对一个事认识透了 你现在不会有痛苦 所以这个有痛苦正常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说在哪呢 就是最好你们提前做设计 提前做什么设计呢 你比如你让一个人 不管是投资人 不管是任何一个 哪怕是合伙人 股份占多了 没关系 为什么你当时让他占多了 因为你当时认为他行 对吧 那你说的后来他确实不行 我看轴眼了 或者后来他怀孕了 或者后来他腿断了一个 被狗咬了 各种可能性都有 那你怎么办呢 你得有调整股份的计划 或者你得有调整股份的对策 就是你得平衡分赃的计划 平衡分赃的计划 啥意思呢 就是对所有有贡献的人 继续增加股份 那没有贡献的人呢 股份就不变了 不变的话 本质上就会发现 能干活的人股份增加 不能干活的人股份 是不是有变相的被稀释了 你这样的话 你心里不就公平了吗 你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你看不能干的不变 能干的越来越多 那变相的是不是就被稀释了 其实就一句话 你们提前没有设计好 就是对有贡献的人 继续做股权激励 能理解什么 继续做股权激励啥意思呢 就是你们永远记一句话 让能干的人永远得到最多 这个组织就是一种平衡 这就是我说的公平 我一再说什么叫公平 公平就是人尽其财 物尽其物 但是你看这两个他就不匹配 为什么呢 他感觉那个伙计拿的多 对吧 他就不匹配 不匹配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没有做到人尽其财 物尽其物 但是这是逻辑简单 现实中复杂 现实复杂在哪呢 按正常来说 干活干的多的话 就是拿奖金拿的多 这你会想是不是人尽其财 物尽其物 但问题是呢 他还是股东呢 他是股东 因为他不干活也可以分的很多 你会发现 这就不公平了 所以这就我就再说一句话 人尽其财 物尽其用 他有两个维度 第一 眼前的维度 用工资 奖金解决 第二 未来的维度 用股份 和分红解决 对吧 这不就是两个维度吗 眼前的这个分账不均 你通过考核 通过奖金能解决 对吧 未来怎么解决呢 未来你股份 不但代表分红 还代表话语权呢 你通过调整股份 能大概理解什么意思了吧 好吧 这就是第一 我建议你们提前考虑好 人的能力有起伏 有变化的 就是老婆还能 还能离开呢 何况是合伙人呢 你必须有一个动态的设计体系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们提前设计好 第一个 好吧 第二个就是 如果那个伙计 感觉投资人不干活 股份占多了 你想拉出去 重新再成那个公司 把别人给半老 这个逻辑上是不可以的 我们做什么事 再讲良心 你们你江湖上还有口碑 第一个我建议的 你和他谈 你和他怎么谈呢 兄弟 你还发现 你一共投一千万 我分红都给你分一个亿了 所以我心里有点不公平 那你说怎么办呢 你看我能不能 把你的股份买回来一半 对吧 这样的话你也相当于提前收回投资 提前变现 对吧 你这样的话 你看投资人 他提前把本类回来一半 还保留一半继续分 再另外呢 我感觉公平 我会更加能干 对吧 这样是不就合情合理啊 所以我建议先和他谈 这是第一个 好吧 合理 合情合理的谈 如果这时候他不同意 那你再考虑 重新成立一个公司 把这家公司掏空 你比如投资人控股了 你就一王八蛋 理解了吗 就一孙子 和他谈不拢 因为江湖上这种土鳖多了 我见多了 那是下一步的事 那你再成立一个公司 把这家公司掏空 能理解这意思吗 而且我为什么老说这个事呢 因为当时 刘传志联想的改制 我一再说 连刘传志当初就是一种经理 他是郭企 他连董事长就不是 明白了吗 他连一分钱股份都没有 说白了 刘传志就是联想的 你打工的 你先把这个事实看清楚 你不要听别人胡扯淡 一会儿我再谈 技术和总经理的公司的贡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再谈另外一个事 国有企业你知道 国有企业任何一点大的事 你不相信 你先看看现在的国有企业 即便是你花一百块钱 有一个招待费 他都要有审批流程 能理解了吗 国有企业比你想象的 管理的严格 国有企业随便一个事 都是天大的事 叫国有资产流失 所以那个时候 刘传志又不是董事长 只是一种经理 还有他上边有中科院 在上边有郭志伟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刘传志就已打工的 我问你一句话 他这么大的牵涉 国有资产的调整 收购并购 刘传志说了不算 和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他说了不算 所以他所有的程序 刘传志连千次的权利都没有 所以再有国有资产流失 是刘传志的前前领导的事 和刘传志没关系 你想象就知道了 你当时连话语钱 你连个熊股东都不是 你怎么有权利参与分呢 对吧 参与分的前提 你得有权利动刀啊 对吧 你连摸刀的权利都没有 你怎么能多分呢 是吧 兄弟们一点不明白嘛 好吧 那你说最多是有人像的 最多有人像的是另外一说 我一再说过 当时的中科院院长是周光照 你们查查中光照 中光照是很明白的一个人 他是最有机会 得诺贝尔奖金的一个伙计 那是高智商的人 有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人变态就变在这种程度 清华的紫光死了吧 背大的方正死了吧 能理解了吗 最起码中科院连想现在还活着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当时的情况就是改制 改制就是国有企业 把大部分股份让出去 让管理层赤股 这家企业能活着 因为要不改国有企业全死了 你能理解了吗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 当时是周光照是个明白人 就是让员工赤股 就这么一点 然后我再给你们谈一个 你们又是开始 又是开始说这个事了 晚上有点有一点这个习 留买办的嫌疑 兄弟啥叫买办呢 好吧 你看你们张嘴就是买办 资本家工资 你不要张嘴闭嘴 就是宏大的叙事 啥叫买办 先回到事实上好不好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能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当时是周光照批的 然后我再说一个事 你看看刘传志和那个白岩兄的对话 刘传志当时就说一句话 他说如果员工没有股份 他有可能出去拉杆子重新做一个 你们能听明白了吗 他是有权利拉杆子出去的 我大不了我辞职不干了 怎么不可以呢 你要知道刘传志只要辞职不干的话 他真可以把联想所有的人都带出去 联想之胜也给哄客 你能理解的意思吗 这不太简单那事了吗 泰山管理学院 我就是我从山东大学带出来的呀 我什么都没要 我就把人带出来了 人带出来不就业务带出来了吗 我从一分钱股份没有 变成股份全是我弟兄们的呀 所以这些这是最基本的 你们张嘴不要谈买办资本家赚了便宜 真正赚便宜的是 是我问你一句话 中科院的牌子大还是清华的牌子大 清华之光怎么给捉死了呢 被大方正给捉死了呢 所以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你不明白吗 你比如我泰山管理学院 从山大学带出来 那你说我赚他的便宜了 我告诉你我一分钱便宜给你赚 因为我什么都没带 我带着人 你能理解这些是吧 那你说我 那你说我当时赚了什么便宜的 我赚你找不到证据 你说我赚什么便宜的 我什么都没要 但事实上我告诉你 我把业务都带出来了 你咋的 这不就是背后的一个东西吗 他人是活的 你看创造财富的是人 能理解了吗 而不是资产 就是我一再说 这个社会上要被尊重的是人 而不是资产 一会儿我在等你谈资产 好吧 这个扯远了 就不管怎么扯到这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就刚才那个活就跟你谈 你先和你的投资人谈 让他转给你 转让一点股份 就像当时中科院转让给管理团队一点股份 让你们内心舒服 如果他不转让你 那你就带团队跑了 重新做一个企业 这就是我说这个事 背后这些 你们再想具体了解的话 你看我的人性和管理 背后我想说一个事在哪 就是我们不管谈任何事 就是不能把历史和现实割裂 当时就当时谈 现在就现在谈 当你把历史和现实割裂是不可以的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吗 有一个伙计在澳大利亚贩毒 法官判他 当时那伙计就来一句话 他说几百年前你们西方人 卖个我们鸦片 那你们也贩毒了 当时法官捉着一排脑火 历史和现实割裂 然后你重罪 没什么可商量的 所以我问你一码 一码归谈一码 而且你会发现 这时候以宏大的叙事 以国有资产 以所谓的买办 以资本家剥削的名义 以宏大的叙事 煽动民情 煽动民愤 这个背后 我一会再谈这个事 这背后风险很大的 为什么呢 你看这句话 昨天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专门说了几句话 六文六保 能理解的意思吗 专门说 是一人认识到 富有竞争力的企业 是高质量发展的 伟观基础 必须弘扬企业家精神 充分信任 依靠和尊重企业家 这是昨天 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说的 发挥企业家 在推动企业创新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近期 个别人在舆论场 兴通作浪 狂挖 磨挟 民营企业 早有结论的 所谓历史旧账 至于中央的政策导向 是背道而驰 需要各个部门 各级政府 围绕两个毫不动摇 发出更加明确强烈的政策信号 这不是明白这个事了吗 是说了多好的 是个别人在舆论场上 兴风作浪 狂挖所谓的历史旧账 对吧 这是稍微有的 智商的人都能判断出来了 有些小人物 忽悠民意 忽悠民愿 民意 听不懂 听不明白嘛 然后自己还道末而然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指责人家 你通过昨天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你就会发现 我的观点 没错吧 兄弟 你能理解了吗 再具体就是 看我的人性和管理的课 看我的股权设计课 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这我们你看草根 太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而且都是天大的错误